《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535期 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什么呢 今天的节目仍然是绕不开徐州刚刚发生的 这个女子生了八个孩子的这个妇女 她的命运 网络上对她的议论 我们重点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很多中国的一些知名人物 包括像贾平澳这样的知名作家 她关于买卖妇女和理论 对于贾平澳的这一番说法 我要发表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那么在谈贾平澳的这个买卖妇女和理论之前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两天也就是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 我都分别穿了唐装 那么对于穿唐装 我一年也就是这么两次 也就是前几年我也有过这种现象 也就是年三十和大年初一 作为新年的喜庆 给大家拜年呢 我呢才穿上了唐装 那么有的朋友呢喜欢 有的朋友不喜欢 还有的朋友认为我呢 是穿唐装呢就不能脱织 我就不知道了要脱什么样的织 如果你要脱呢你去脱 我穿的这个唐装你不满意呢 你可以绕过 我没有呢逼着你来看我的节目 至于在节目底下留言或者是在我的推特啊 脸书啊上面流出这种不礼貌的语言呢 我觉得你是呢无是真非 至于呢我两次向大家拜年这个抱拳的这个手势呢 也有很多人呢对他呢有很多说法 说是我这个抱拳呢不符合江湖规矩 我这个抱拳抱的怎么错了 我不知道呢有多少规矩呢 我们是需要了解和需要遵守的 我过去还听说过上花车的时候 或者是古人上花轿的时候 有左边上还是右边上 如果是左边上呢就算是呢忘福 右边上就是克福 我不知道讲这些话的人 你们当年迎娶你们的新娘的时候 你的新娘子是左边上的这个花车花轿 还是右边上的花车花轿 这个规矩哪来的 你是不是听说过 如果你也没听说过 那么就跟我自己这个抱拳的琐事 究竟是左抱还是右抱 我没听说过是一样 如果你说都是江湖规矩 我觉得江湖规矩有很多 你是没办法知道或者是没办法遵守的 过去江湖上娶媳妇的规矩 是要把老婆的出业权献给江湖老大的 是不是你现在还要遵守这个规矩呢 所以说拿这个问题来说事的人 我觉得是无事成非是无聊 你想遵守你觉得这样去做 你就这样去做 你不要去要求别人这样去做 而且我不懂这样的规矩 你也不要这样来刻意的要求我 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主要还是围绕着徐州出现的这个生了八个孩子的妇女 她的悲惨命运因为这绝对不止她一个人也绝对不是一种现象 她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非常非常的普遍 为什么这种买卖媳妇买卖妇女以及在农村里面所有的村政干部 以及整个村子里面的村民都帮助维护这种丑陋的现象 这种犯罪的现象 这跟中共除了有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个封建招博有关 更跟共产党这个邪恶的制度统治有关 同时也有中国大量的这些文人和中国的这些知名的公知 他们维护这种现象有关 贾平奥作为中国知名的作家 他本人就有过这么一段高论 他说从法律角度来讲买卖媳妇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说他不买媳妇 他就永远没有媳妇 如果这个村子永远都不买媳妇 那么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这就是贾平奥的理论 我不知道贾平奥这个理论是占据在什么观点之上 如果贾平奥这个理论是合理的 那么贾平奥的母亲贾平奥的老婆都是买来的嘛 按照贾平奥这个逻辑的话 他的女儿叫贾千俭 贾千俭是通过新贿赂当上陕西省做些副主席的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他不出卖肉体 他就当不了副主席 他在作协的地位就消亡了 你觉得这种话对于贾平奥来讲 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呢 贾平奥不愧就是共产党这个邪恶统治的一个文匹 他能在中共的这个淫威下 靠帮中共洗地 用这种文学方法去麻痹和麻醉国人 来达到他自己换取狗粮的地位 所以像这样的文人真的是非常无耻的 贾平奥的言论他最可怕之处在于什么 就是因为一个村子的继续存在 他就可以牺牲这个村子里面这些个体的妇女的权益 也就是这个逻辑就是典型的共产党的思维 就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为了领袖的利益 任何个体你们都可以去牺牲 都不惜去牺牲 也就是说党国他只要把他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 高于任何一个个体的利益 所谓的老百姓你为了服从党国的利益 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 你就应该奉献嘛 因此来讲像贾平奥讲的这种村子 他说如果是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不存在了 一个年媳妇都娶不到的 这么穷的这么烂的这种村子有必要继续存在吗 所以说呢 释封新村 我本来呢不是想谈这个话题 但是呢这次呢无论如何都绕不开 因为呢我只要打开网页 就一次次看到这个徐州生了八个女子的这个风女人 她拐卖前后的照片对比 看到被拐前那个天真无邪 体面优雅的姑娘 她的那个照片我真的是感慨万分 也就是你看这个小女孩又干净又漂亮 眼神充满着自信和智慧 而这个女孩最终被拐卖到徐州农村以后 经过了几十年最终就把她折磨成 折磨成一个风女 而这个女孩她如果当时 她的这个青春浪漫的这个生活年代 如果不是发生在天朝这种吃人的制度之下 她的命运会是一个什么样呢 我有时候会做一点假设 如果说这个女孩她是生活在台湾 她会不会就成长为像林青霞 像林志玲或者是那个治国安邦的蔡英文那样呢 但是呢一切都是不能假设的 也就是因为你生活在天朝 就等于生活在地狱 在地狱里面你没办法假设 你自己生活会是什么样 而这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她最终就是被拐卖 被骗到了徐州农村 最终她被拔掉了满口的牙用铁链子锁起来 像猪狗一样的活着 活着她连正常的语言功能都完全消失了 当她自己被解救之后 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社会抛弃矮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流年 给人们最关注的最炫耀的我认为有三根链子 这个大家在网上都看到这几个链子的对比了 一根就是钟南山获得的那个大金链子 这个呢是党国给他的最高荣誉 是习近平亲自授予他为这个国家工程 是工训科学家 而钟南山他一心服务于党国 他在帮助党国洗地帮助党国维稳的同时 他本人和他的家族赚了个盆满钵满 这个发生在郑州金域的这件事情 跟钟南山的集团跟钟南山的家族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就是钟南山他利用党国给他的荣誉 利用他自己的影响力 他这个直播带货不要太牛啊 也就是他直播带货已经远远甩掉这个威亚那李佳琪那几条街 威亚李佳琪不过是贷货的金额高一点啊 但是你赚的钱你能比钟南山多吗 你获得的荣誉能比钟南山高吗 你在党国领导的这个天下里面 你的影响力能超过钟南山吗 所以说钟南山这一根打金链子是触目惊心的 也就是让人们知道一旦投靠中共 跟着中共去抬轿子吹喇叭 帮助中共去粉饰太平 最终什么最终就可以得到中共给他赏赐的狗粮 他就可以获得那个打金链子 这是这根链子 第二个链子就是孟晚舟脚脖子上的那个电子链条 终于在这个刚刚过去的牛年把它拖下来了 也就是孟晚舟的这个脚疗是爱国小粉红的兴奋剂 是孟晚舟她扛国难为大家扛国难她获得的一种荣耀 按照中共御用文人叶潭的话就是 孟晚舟是为中华民族扛难 也就是为我们所有中国人吃的苦 我不知道叶潭她讲这个话她是站在什么角度 你叶潭有什么资格去讲孟晚舟在为你扛难 你不看看人家孟晚舟人家孟晚舟有四个老公 你叶潭有几个老公啊 人家孟晚舟有七本护召 你叶潭有几本护召啊 人家孟晚舟五六个儿女全部在每家 你叶潭生了几个儿女啊 你如果想多生几个子女也没问题 生个十个八个也可以做到 只要你被拐卖到许州农村里面 像这个许州这个疯女人一样 你本人也可以生十个八个的 问题是你生下来的这些儿女 有一个可以到海外去嘛 人家孟晚舟个人财富有几十亿 你夜谈在中共帮助中共抬喇叭吹轿子 你最后你混到多少一点狗粮 你有几十亿嘛 所以说在过去这个流年 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非常炫目的链子 就是孟晚舟脚上这个链子 是爱国小粉红的这个兴奋链 也就是呢这个爱国情怀 让所有的小粉红都点燃了她们的爱国热情 第三个寸目惊心的链子 就是我们看到的 徐州这个被拐卖来的这个四川姑娘 她本人所脖子上所戴的这根链子 也就是这根铁链子控制了这个女人几十年 而这根铁链子到了当地政府宣传部门的嘴巴里面说是吗 说是不存在人口买卖不违法 我真的不知道在共产党的字典里面 什么样还算是违法 满口的牙被扒光了算是不违法吗 铁链子锁脖子算是不违法吗 一家父子三个二十多年来强暴一个未成年的少女 剩下了八个孩子算不违法吗 当地的村庄干部帮助隐瞒纵容买卖妇女 残害未成年的少女的身心不违法吗 这是哪一朝哪一国的法 除了你共产党丧尽天良 你看看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法 全世界你到哪里找得到 比共产党更残暴更黑暗的政权 所以说这种事情居然在中共的嘴巴里面 在他们的这个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的嘴巴里面认为是不违法 他们是合法的 如果徐州这个生了八个孩子的这个妇女变成是西明泽 你认为会怎么样 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不是今天还仍然坐在中南海里面心安理得的 去摆出他那副一言九鼎定定于一针的他的那个皇上的体面 去践踏那个什么我以大量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今天西明泽被拐卖了 我相信习近平也好彭丽媛也好已经击疯了吧 那你想没想过当年被拐卖的这个少女 他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实际上在中国为什么广大农村里面不断的纵容 这种拐卖妇女的这种犯罪行为就是什么 就是中共本身就是这个始作俑者 当年王正他安排了八千乡女上天山 他就是共产党组织的集体性的一种拐卖妇女的现象 也就是共产党就是拐卖妇女的始作俑者 因此这个党国这个政权 他就是这么助长这个邪恶的助长这个罪恶的 所以说到今天他们从来没认为 他们拐卖妇女是有什么罪过 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维稳的一种手段 因为拐卖妇女又不反党又不颠覆国家政权 又不影响党国的维稳 所以说呢党国对拐卖妇女对广大农村里面 这种买卖妇女的现场完全是听之认之 中国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继承组织 尤其是这些边缘乡村的继承组织 他们根本不是服务于老百姓服务于群众的 而是这个政权维稳的需要 拐卖妇女不仅不会影响所谓社会稳定 还有利于那些当地的尤其是偏远山区的 基层村民的家庭的繁衍 有利于家庭这些光棍的稳定 有利于培养下一代的韭菜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基层干部都保护拐卖 而且是全村的民众不管是男女老少都保护这个被拐卖的这种现象 然后共同去打击以及残害那个被拐卖来的妇女 最终什么最终就让这个妇女她被拐卖的现象合法化哇 也就是公安部就曾经发布过一个文 这个文件就明确规定 就说那些未成年的少女如果被拐卖 当他们的家人通过各种方式最终找到这个妇女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她已经成年 但是她本人愿意继续在被拐卖的那个对象家继续生活的话 那就需要给她办理粮油关系 办理户口建议 给她办理合法的登记 实际上就是把犯罪合法化 这是公安部下达的文件 而且是多年前就下达了 因此来讲的话 基层的公安组织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办的 拐卖的时候是未成年 那实际上是一种犯罪 但这个犯罪就不考虑了 因为什么 早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成年了 而成年她早就已经被打怕了 打服了 打到她已经不敢离开这个家 或者是她被这家残酷的折磨 她已经生下了子女 她跟儿女之间已经有了感情 这种母子母女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 使她当时是很难去割舍这种感情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认为她这个婚姻是合法化了 尽管她被拐卖的时候是未成年 那种犯罪 共产党就不追究了 就是要给她办理合法的婚姻登记手续 那么这个女生在未成年时候被拐卖的时候 对她们父母和她们家庭造成的伤害 谁来为她们主持公道 如果被拐卖的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少女是党国的高级妖人 你们家的儿女怎么说 如果是西明泽 那么彭丽媛和习近平你会怎么看 你会认为这种现象是合法化吗 如果你们家里面西明泽是在未成年时期就被拐卖 等到你们找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生了七八个已经被逼疯了 她已经三十多岁了 你们认为认为她们的这个婚姻就应当合法化了呢 所以说在中国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很多数据 你看到是非常正经的 我看到网上给出的一个数据 说是从1986年以来 徐州六个县被拐卖来的这个妇女达到了四万八千一百名啊 最小的被拐卖进来的妇女只有十三岁 其中有一个村子叫牛楼村 牛楼村被拐来的妇女有二百多个 占全城已婚青年妇女的百分之七十五 也就是这个村子里面的男人四分之三 都是靠这个拐卖来的妇女来娶老婆的 绝大部分人找老婆都是靠从人犯的手上买 所以说这样的民风在徐州当地盛行 也就是当地政府对这个生八个孩子 被逼封的这个妇女的现象无动于衷 舒适无躲 而且是这些家庭政府还给他们每个月发点钱 也就是政府他就让这种现象去合理嘛 这种合理就是政权纵容就是法律纵容的结果 包括公安部专门发文来肯定这个一旦未成年子女 他最终被找到他已经成年了 他本人只要愿意就让他去合法化 所以说中共他一旦把这个犯罪合法化以后 也就变成了中国广大乡村 他们认为买卖妇女最终妇女合法化是一个政党的 因此由于中共这个政权 它本身纵容这种方式 那么继承政府又不闻不管 最终受到残骸的那个少女 那就算你倒霉话 也就是你为了这个村子能够保留下来 按照甲评号讲 如果不娶媳妇不买媳妇 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为了让这个蛮荒的野蛮的 这个根本毫无存在价值的这个村子 能够继续严繁下去 也就是就买媳妇就去拐卖 然后最终就把这种犯罪就合法化了 那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 这种法治你走到天边走到全世界走到古往进来 你看看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更黑暗更残酷 这个四川这个李莹她失踪的同时 当时就已经采集了她父母的这个DNA 所以说现在徐州政府动不动说要到四川 再去找这个当年这个丢失女儿李莹的这个母亲去采集DNA 完全就是一种混淆视听 现在只要采集到徐州这个妇女她的DNA 跟数据库里面李莹的母亲比对就行了 按照官媒现在给出公众的解释就说嘛 DNA库里面是有比对的 跟这个徐州生八个孩子这个妇女人现在没有匹配的 这就充分说明中共这个DNA库里面 她只曾有什么只曾有那些他们要打击的 类似于我建民这种阴谋颠翻国家政权的人的DNA 她只要控制这些敌对分子这些反贼 这些他们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阴谋反党的人只要呈这些人DNA 他们是一种打击手段的需要 而不是什么不是去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维护他们的治安去保固广大民众 对丢失人口去储存他们家属的DNA 然后想方设法去找到那些已经离散亲人的这些家属的 他们不是这个目的 所以他找不到这个所谓这个现在这个徐州八个孩子 这个女人她本人这个父母的DNA完全就是一种骨扯 而且现在国际上通讯的也就是生物识别技术 不仅仅是DNA技术 除了DNA之外 人脸生物特层比对也是全球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生物认证技术 这种认证技术目前在全球已经非常普遍 对于四川市中女孩李莹和现在这个徐州妇女 她这个网上图片对她这个脸型对比的这个生物认证技术 目前在全球已经有三个国家有五家机构 根据网上图片已经做出了人脸生物特层的对比 这个比对的结果都能够证明 徐州这个生了八个孩子的这个妇女 就是当年这个四川丢失的这个女学生叫李莹 跟这个李莹的特层是一模一样 现在只要需要DNA技术再次验证 当这个DNA技术认证也完全匹配的话 那么百分之百就是李莹 只是呢现在呢徐州官方她不这样去做 而且任由徐州官方呢随便去发布她自己确认的所谓身份信息 而官方发布这个信息一定是愚弄百姓一定是欺骗公共的嘛 所以说他们就会用最无耻的方式来操作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立法不严格执行拐卖人口买卖同罪呢 如果是这条法律严格执行坚决认定买卖都是同罪的 那么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的她一旦卖她有罪 买的人也有罪啊如果是对买的罪头把她扼杀住 任何人都不准去买卖妇女绝对不允许去买卖儿童 在买方如果是这个市场完全断掉的情况下 那哪里来的卖方呢人家拐卖孩子有什么用呢 拐卖妇女有什么用呢本来拐卖就是为了卖钱能获得利益 如果你把这个利益链条斩断了谁还去卖呢 问题是有强大的买家嘛因此来讲就完全应当是立法 能够严格的执行谁买谁就犯法谁买谁就抓捕 如果是中国进行严巡克法一直是来执行这个条例 我相信这个买卖妇女这一个现象就会很快就消停 为什么中共不这样去做呢因为中共就希望买卖人口 买卖妇女拐卖妇女拐卖儿童这种现象在中国长期存在 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它们是可以让中国去稳定基层的 因为中共在基层它一直长期坚持它的所谓户口制度 它的户口制度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农民把它牢牢地拴在土地上 然后中共通过这个乡村户口制度的管理把农民所有的自由权把它控制住 只有在中国农民才是一个身份而不是职业 在全球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发达国家农民不过是它的一个职业 是它从事这个农业的劳动从事农业的工作获得收入 跟它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民主国家它无论是上至总统下至一个普通的村民 他们都是公民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在中国农民就是一个身份 就是这个阶级等级最低的一个层次 这是毛泽东从中共建政那个时候就划定了农民 必须划低为牢 你们就在家里面永远当农民 你们永远没有进城的资格要想农转飞 你做不到要想农转飞比登天还难 共产党有无数的这些繁文乳节 然后限制着你这个农民你可以农转飞 只有为党国做出贡献的党国用权利用他们的私权 能达到他们自己目的的人 你们才有资格去农转飞 更不允许你农民你可以迁徙自由 你可以随便搬到别的地方居住 随便你在哪个城市打工你还是农民工 你在北京上海你生活了一辈子 你奉献了一辈子你始终打工 但你永远的身份都是农民工 上海北京是不会给你有户口 不会给你的子女有受教育的权利 不会给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享受任何医保了老保了 你干一辈子你也不会有 因此什么农民就是农民到外面打工就是农民工 将来还是回到农村里面去 共产党就用这种方法去把所有的这些中国的这些农民 把你牢牢的困在这个土地上就是化地为牢 就是让农民永远做囚徒嘛 这一切的原因既不在于农民也不在于农村 都在于什么都在于中共这个吃人的制度 是共产党这个血腥制度才对中国进行了这种血腥的统治 这种统治已经七十多年了 今天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身在中国最底层最贫穷的人 你要睁开眼看看你热爱的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党 是因为这个党才害得你家破人亡 才害得你祖辈几代日日夜夜过着你现在这种日子 而且如果你不反对这个共产党如果你不出来挑战这个制度挑战这个体制 不反对这个共产党历来伸受就愿意被共产党割韭菜 那么你的子子孙生就会跟你一样也就是你们一直被共产党奴役 所以说徐州生罢害妇女的这个现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事件 而是我们通过这个事件要问顶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像徐州生罢害这样妇女 他们悲惨的命运要怎么去解救这些人 要让中国这种拐卖妇女的现象彻底消失 要能够问顶这个制度它的痴人方面最终什么 最终就是让大家都能够觉醒 都能够知道要结束这个痴人制度的时候到了 要把共产党推翻的时候到了 如果共产党不存在了一切的痴人制度就消灭了 最后无论是谁无论你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镇 你最终都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你都可以捍卫你做人的权利 再也没有这种铁链子锁脖子 再也没有这种把牙全部拔掉的 这种过得猪狗一般不如的生活的人 所以说呢结束共产党打倒共产党这个体制 推翻共产党的制度才是中国人民的解放的 最终的那个光明的未来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